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我们对于事物的进一步操作 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事物的一个回滚 以及事物的一个还原点 以及它和我们InnerDB所之间的一个关系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事物的一个回滚 事物的一个回滚的话 它指的就是回到事物发生之前的这种数据状态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通过Lobuck来实现的 在这里面我们实现一下 我们进入到MySQL的一个客户章连接 然后同样的是使用Bank这个数据库 请Bank这个数据库之后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这个里面的 之前这里面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里面是有两条数据 一个是A帐号 一个是B帐号 它的一个金额分别是1000和5000 那这里面我们就先开启一个事物 其他的穿是Action 这句话就相当于我们的SATA WaterCompeter等于0 就是把这个数据的这个提交改成为手动提交 那么这里面我们开启一个事物 也是等于这一个命令的 我们先把我们这个事物开启 开启之后 那我现在去更新一下这个数据 Update 我们更新的是 Upcount 这样表 然后SATA我们的ActionCompeter等于2000 Wear我们的AID是等于1的 我们先把这条数据给更新一下 更新之后 那么现在我需要的是 我们可以再去查询一下 我们再查询一下 这个数据是2000到5000 但是它并没有提交给数据库 那么这里面如果说我现在回滚 回滚之后 LowBuck LowBuck就是回滚 回滚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回到 执行事物之前的这个数据 执行这个事物之前的数据 那么之前的数据就是1000和5000 那我们现在回滚一下 我们回滚 回滚之后我们再查询一次 那么现在这个数据还是1000到5000 LowBuck就是回滚到 它之前的这个数据状态 这是一个回滚 或者说是我提交之后 我想开启一个新的事物 提交之后想开启一个新的事物 那么我们是通过Competer AndChair 这里面我们可以再打开一个 连接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还是属于用上半个这个数据库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先操作的是 我们也开启一个事物 穿起来 开这个事物之后 那么我同样的把刚才这个数据给它复制过来 我们更新一下 更新之后 更新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现在需要把这个数据提交 你看我在这里面把这个数据提交之后 现在应该是提交 这边应该才应该是2000 我们给它更新一下 我们把这个数据更新 Competer一下 这里面我们Competer之后 我们需要重新开几个事物 那么重新把刚才这代码重新再指引一下 然后再给它更新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更新成4000 更新成4000之后 那么我现在我在这边查运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把这个数据更新到数据库当中 那这里面还是2000和5000 它并没有是400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现在采用的是 commit and chain 这段代码就是我们相当于是 commit之后我们再开启了一个新的事物 比如我现在重新开启 我这个提交 提交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查询的数据应该是 这个4000 先变4000了 但如果我现在改成6000 比如我现在把这个数据给它改一下 改成6000 改成6000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 它还是4000 因为这里面 commit and chain 它相当于是又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事物 那么这个事物我们只有再次给它提交 commit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才会在这边给它更新出来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commit and chain 这个就是事物的一个提交 并且提交之后重新开启一个新的事物 lopaka and redis就表示事物回滚之后 断开和扣担这个连接 这个来留给大家自己再去做一个测试 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还原点 所有的还原点的话 它指的就是 我们这一条语句之后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标记 每条语句执行完 我们都给它设置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最后去还原到 我们想执行的这一个标记当中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拿一个测试来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科目的连接 我们在这里面 首先我们要开启一个事物 或者说我们set water commit等于0 这个set water commit等于0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start transaction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还是用的是两个 这里面我们就开始set water commit 等于10我们给它设成0 给它设成0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开启了一个新的事物 开新的事物之后 那么我在这里面 我插入三条数据 insert intu 这边是sc count 然后values 比如说这是一个3 我们给它做一个叫c的 然后我们给它存一千块钱进去 这是一条 这条的话我们可以给它 save point save point save point 然后这里面我们给它叫做se 然后再给它插入一条 插入一条的话 我们这里插入是第四的 然后再把这一个给它做一个还原点 还原点的标记我们叫s2 然后再插入一条 然后这里面我们再给它save 这样做之后 我们在另外一个事情当中 我们再去查询一下 查询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还是只有两条数据 那么还是只有两条数据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我们现在给它lobuck一下 lobuck to save pointed 我们该回到s2当中 我们该回到s2当中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再查询一下 这里面我们在另外一个事情当中是采用不到 但是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 就是在这个我们开启的事物的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select sselect sselect 这里面我们就会查询到1234条数据 是因为我们刚才 在这里面我们回滚到lobuck to save point的 回滚到s2 s2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s2就是我们插入的这条数据 就是4的这条数据 那么也就是说它之前的这些数据已经都存在了 就是123abcd 因为它是回滚到这个s2的这一个部分 我把这个部分给标记出来 那么它回滚到这一部分 那么回滚到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之前的这些数据它都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只是后面这些数据呢 那么它回滚了 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提交一下 commit提交 提交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再查询 那这里面查询出来就是和我们刚才在这里面 查询的这个数据一致的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回滚 那么这个回滚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rebug to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是lobuck tos3的话 如果是回滚到s3的话 那么这里面这个数据应该是abcde 因为这个s3它之前的这个数据是insert 回滚的话就是回滚到它之前的 比如说我们要回滚到的是s3 那么回滚到s3的话 那么它之前的数据是应该存在 只是s3后面的数据它是不存在的 这个就是一个事物的一个回滚 好接下来我们就再看一下 关于我们的一个innerDB锁的问题 这个innerDB锁的问题的话 它实际上这个innerDB的话 它也会有锁 这个锁呢和我们massm表属 它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为了演示这个innerDB锁的问题 我们可以同样的开启两个客户端 那么这两个客户端的话 我们首先我们先给这个客户端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表的一个写的一个锁 因为之前有四条数据 我们先给它加一个锁表 这个type account 然后这个锁表 我们就该写上一个锁的一个表 我们一旦可以写上锁的这个表之后 我们在这边查询的时候 select simple 因为我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 它实际上都已经出现等待了 因为我已经把这个表 开始给它锁住了 那么锁住之后 我现在像这里面 我插出一条数据 intu and 然后value 如果我们插出的是 f 7的条数据 然后f 我们应该存一千块钱进去 这里面我们已经插出这条数据 插出这条数据的话 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在等待这个查询 就这个查询 它是在等待当中 因为我这里面已经把这个表给它锁住了 好 锁住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 look back一下 我们即便给它look back 这里面我们look back之后 这个读 它还是在等待当中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重新通过我们的一个start transaction 我们通过这个start transaction的时候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这样一旦我们执行这个start transaction 这里面这个锁都已经被解了 那么它就能够读到我们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这个start transaction在innerDB当中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那个 unlocal typos 就相当于一个解锁的一个操纵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data transaction 在innerDB这种存储方式的时候 它会造成一个隐含的unlocal typos的一个执行 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关于事物的一些特征 事物它有四个属性 一个是原子性 一致性隔离性 隔离性 和持久性 这四个属性通常称之为ACID的一个特性 原子性 原子是我们在物理学当中 它分到不能再分的 那么一个事物的话 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这个工作单位 事物中包括的这些操作 都会给它做成一次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力 要么都成功 要么都失败 然后一致性 一致性的话 它必须要求我们数据库从一个一致性状态 到另外一个一致性状态 这个一致性和原子性 实际上都是保证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完整性 隔离性 隔离性的话 一个指的是一个事物的执行不能被其他事物干扰 就相对来说每个事物的执行它是独立的 最后一个是持久性 那么这个持久性也就是 一个事物一旦提交了 那么它的这个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数据 就应该是永久性的 而不是临时的 所以这个事物 它的一个commit提交 那么这个commit提交的数据 都应该是在我们数据库长期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这讲所讲的主要内容